謝謝主席,請教經濟部長 有請張部長 秀爺你好 部長 我們關心就是希望台灣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當中 有兩個面向 我們把它做根本的處理就會比較好 第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生產力落差 我們知道自由化以後強則亦強,肉則亦肉 那麼它的生產力的落差,競爭力的落差,兩方面 雖然說你這個技勢優越於對方 但是你的規模小於對方 這樣在所謂專業分工的時候 這個小規模的 小經濟規模的,小產業規模的,這是必輸的 他用一部分就給你吃掉了,你變得騙不穿不好 再一個是技術嘴準,強著贏落後的輸 所以相對比較利益 在食物面,有它的限制 所以開放的結果,包括今天,我這邊有一個網路的短片 美國,美國,連美國都在擔心這個FTA 連美國自己都在擔心 國內都開始在反思 他們跟人家簽FTA以後 對美國自己到底好還是壞,都開始在反思 所以現在反自由化的一股國際思潮 是應應而起,這個我們要注意 那事實上,事實上就是因為這個自由競爭的一個食物面 條件式的,食物條件式的一個限制 所以你如何,例如說這個,我們幾個例子 農業部門,在WTO以後農業部門 造成失業那一部分 那失業就加上所謂的秀庚、廢庚那一部分 就沒辦法轉業啊,就轉業不起來啊 那沒辦法轉業的話 你自由競爭是假設說 你的這個經濟體,經濟體本身 它的資源,可以從 透過這個產業結構的調整,可以重分配嘛 那恢復均衡 而且這個均衡是比原來的均衡點是高的 那現在事實上,點邊的結果 實驗的結果 我們發現說那個均衡點是會存在 但是是往下沉淪的 這就今天反服貌的社會背景 或是社會經濟背景 很多人看到這一段期間 從WTO加上ECFA以後 弱則易弱 然後政府幫他無效 幫他來講他是無效的 所以他失業了 但是他沒辦法獲得新就業的保障 他沒辦法轉業 尤其中年失業,那更可怕 那最後等待救濟 救濟把財政給偷垮 這一點 那第二點 這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這個 你先用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然後所謂這個關外 跟關內的這個差異問題 也是本席在強調的雙眼經濟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可以 那個產業是可以自由化的 或說那個產業在條件上 有條件是可以自由化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跑到今天的這個主題 就是這麼多的工業區 工業區裡面 本來就裡面就有保稅工廠 不是嗎 有沒有 部長 沒有 工業區裡面本來就有保稅工廠 我們只有特別 比如說加工區才有 加工區才有 沒有保稅工廠嗎 加工區才有 我知道加工區本來就有 但是工業區裡面沒有 工業區裡面你特別特定的申請 沒有關係的或說關係很小的 可以真正因為讓它提高 這個效率 而採取自由化措施的 所以說它純粹的是跟國外的 這個市場結合在一起 跟國內市場關聯非常少 雖然說用我們的土地 用我們的資源 但是會帶動我們土地的這個有效力的利用 會帶動我們資源有效力的這個利用 例如說失業的人他可以找到工作等等 當然這個 因為行業專長是沒辦法有效轉移的 所以所謂來投資就位創造就位 這個是有限制的 而且現在投資的是我們切 劃動攻擊的 他來投資以後反而帶動物價上漲 帶動工資上漲 結果降低我們整體的對外競爭力 得不償失 這個不能轉移 不能說這邊切光馬上就轉過來 他的專長之間 技能之間專長之間 有很多障礙 所以市場競爭的不完全性是很高的 各種市場 勞動市場也好 商品市場也好 服務市場也好 不然就這樣 所以要務實 務實就是真的自己了解自己 那現在這個工業區 如何有效利用 那也是一樣 在廠商那裡講 如果要找到哪裡找不到 也是一樣 像你的台南科工區 你那個租售率75% 那有20%還沒租出去 那很明顯是價格問題吧 是價格問題 所以只要你在價格上一個優惠 他馬上就出租出去一部分 不是嗎 像這樣的點點滴滴的問題 就形成長期的存在 那你們怎麼解決 我剛才提到那個 您老師 我說宏觀整體來訴討 你應該聽懂我要問的意思是怎麼樣 了解 我想首先有關於習文提到 這個規模經濟的問題 其實產業有一部分 確實是規模經濟的這個 但是現在這個技術 也就是剛才習文提到的 技術的這個重要性更高 這一部分也是我們一直想要突破的 因為我們很多關鍵技術 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那另外這個 習文講到美國的狀況 其實美國的狀況 當然他在CFTA 在開放市場上面 他一直在帶頭 在鼓吹其他國家 他內部也有一些質疑 但是可是這個 習文應該可以知道 他就美國目前他要擴充他的FTA 他的積極的程度 其實不比其他任何國家 所以他一方面在質疑 另外他也考量到 比如說產業出走的問題 所以他今天他如果說不把市場打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他用在工業化 他用在工業化來彌補 自由化 因為你廠商帶回來的東西 東西要出去 對 你如果出不去的話 要點出來啦 要點出來啦 所以有很多反自由化的這個 其實我們很簡單看 自由化的競爭更封閉 以前中國大陸是關閉的 不是 現在問題就出在說 我們的政府 包括馬總統本身 因為當然經濟問題很複雜 所以他沒辦法講得很詳細 所以他用簡單 非常簡單一句話就要帶過 結果這一簡單話呢 反而大家更不信任 好像什麼都好的 這事實上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已經體會到 過去自由化的過程裡面 受害很深 幾乎沒辦法翻身 所以徐維你非常內行 對 說這一點 你看注意一點 我提一點 所以FTA也好 或區域經濟整合也好 這個是要談 不是說 沒有錯嘛 所以 個別要選擇一些 不能切相作為嘛 一定要公開要透明嘛 所以我也強調說 這個自由化 雙邊的經濟方面的協議 不是0跟1的問題 是那個平衡點的問題 那平衡點不是你說的算 不是他說的算 不是我說的算 平衡點是各方面要共同來經過坦誠不公 而且很務實的 依照實際狀況的 這不是用理論推的 才能夠找出那個平衡點 事實上是這樣子 像剛才提到這種自由開放以後 兩邊都可以跑 對 結果我們長期以來這20年來發現 跑出力多進來的傻 為什麼 這是我們政府經濟治理出的問題 所以我廠商追求自比 治理論的時候 我移動性提高啦 所以我一定往我自己最有利的 什麼叫最有利的 我技術已經有了 我資本已經有了 我管理東西就有了 那我不願意再提升自己 就可以賺錢的 那就最有利的 所以那就出走了 對 習委員 如果說今天我們廠商的產品出不去的話 跑出去的更多 大家都跑出去了 因為誰在這邊投資呢 當然是這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看我們看到的台灣是目前是很明顯 在往所謂存倫 就是從原來那個金橫點 高度的金橫點沒有往上爬 所以是往下 往下在找新的金橫點 往下成新橫點 就是出氣的多進來的少 所以我們要解決的是這一塊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那個 要解決的這一塊 所以現在你計望說 外來投資可以帶動我們技術的提高 我在這邊講 技術是最稀有 沒有錯 這個我同意 技術很重要 技術的進步 是最稀有的資源 是 國際競爭之機的 沒有錯 你用什麼條件來讓他說技術會帶進來 而不是把我們都挖出去 對 但是 我們有沒有其他技術以外的 配合的 這一個生產要素 我們又缺乏 工資貴 工人少 又沒有其他天然資源 那技術怎麼會跑到我們這邊來 這不容易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不幹多科子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 這個技術進步的競賽 我們是輸掉了 沒有錯吧 這個你不會反對 張宗某 張宗某 真的我越來越佩服他 張宗某 他跟Intel在比世界最大 對不對 Intel以前既是用的是ARM 通通是往電腦那邊跑 他現在張宗某這邊往事 手機這邊跑 所以越接下來 張宗某台積電應該是越來越勝利才對 所以張宗某台積電這個是國家的寶 你應該特別去保護他 不是說不是像義龍那樣保護 不是啦 就給他更好的金融環症更自由等等 像這些叫福祉上 你看他一家的市值 佔整個台灣上市公司總市值的 多少你知道嗎 多少 現在的市值啊 對對對市值 現在的market value 佔台灣總上市公司的 這一個 大概差不多10個 10% 10% 你看一家就10%了 一家而已 你看他還在南科在擴廠 他中國那邊 期了以後他都知道不行 所以停下來 沒有去繼續加碼 但是在台灣呢 他繼續加碼 太... 令人欽佩啊 令人欽佩啊 但是他又很低調 又不會 隨便講話 這一次反扶貌的行為 行動 行動 事件啦 事件來講 他怎麼說 應該理性 和平去處理 不像其他 你們在吵 在鬧 22k都沒有 變成15k 齁齁 又是狂惱又是威脅 齁 這哪是企業家的風範呢 齁 他才沒辦法跟他講啊 對不對 齁 才沒辦法跟他講啊 齁 你問對我那些沒辦法 都向外國走 齁 你有沒有知道 對待會跟他拚 比較不會這樣說啊 我們來外國興修 來騙這個政府 騙台灣這個人民 齁 真的 大家用良心看看 比一比嘛 齁 所以齁 技術如何革新啊 如何在台灣 技術生耕 齁 生耕齁 然後茁壯 花芽 然後不斷的繁衍 不斷提升 這一點我們 技術太重要 對這一點我非常同意 我覺得這個反應 那技術怎麼來 當然是人才啊 制度啊 教育啊 各種因素啊 很廣泛 齁 很廣泛的因素造成 對對對 基本上 我們除了技術人才 這些問題要解決 所以齁 所謂開放是階段性的 人家說沒那個卡丞 沒那個下一個 現在不能開放那麼多 就要忍 就要等 齁 真的齁 所以不該開放而開放 至少 至少死路 不該開放而不開放 齁 這怎麼講 齁 朱節後路 齁 找死路還是朱節後路 這要找出平衡點 找出適當點 不是開放就好 也不是 推出開放就好 當然不是 所以 針對哪些 如何開放 哪些開放如何開放 這個 這個都是 時間關係啦 但是強調強調 齁 有為的政府 有為的企業家 齁 如何 把國家的技術水準 如何把自己的技術水準提升 這才是王道 齁 其他的都是重要的 齁 謝謝